2018年发行到今年火爆全网 苏云云终于在三年后等到了这首《生活倒影》的奏红 歌曲嗓音个性鲜明 歌后多变 虽然有些人听不惯 但也正是这种音色却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感动 这首歌中的情感不言而喻 悲伤中洋溢着温暖 倒影出了人生的多种片段 如果说这种唱功和创作能力还不红 那还真就是出在了一个看脸的时代 苏云云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 她的音乐作品风格独特 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 而由她翻唱的《三生三世》 完美全是一段爱恨纠缠的故事 又或者是唱出了《妖魔要出界》 杀出个破天荒的感觉 比起原唱张杰 她的版本其实会更有画面感 作为《五月天》的代表作 这首知足悲伪切入点 是能引起人们的思考 情感上更迎合大多数人 向要表达的意境 而苏云云的翻唱 赋予了歌曲全新的面貌 原来就算是悲 也可以笑着接受 她唱出了知足常乐 并用乐观的态度 表达出了那段不完美的时光 苏云云的咬字完全没套路 但又充满感情 是真的难以模仿 也确实像刘欢说的那样 她在别人已灿烂的路上 又开出一条新道路 这首《时候诡异》中透露着高级 唱法直接逼死翻唱 未动画百姚普金视片 演唱的主题曲 不可说 将腰的妩媚 哄托的非常到位 听的人直起鸡皮疙瘩 苏云云的曲风和音色都很独特 结合在一起却又很适合 但她的歌却真的很难翻唱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我是音小六 我们下期见